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我愿意他们是晚熟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行事单纯从不事故 内心赤诚从不虚伪 为人良善从不算计 用莫言的话来说 就是本性善良的人都晚熟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网上有人调侃 自顾真情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似乎与人交往 必须掌握一些小技巧才能长久 但年纪越大越发现 真正可爱的人都有一些晚熟 都有一些憨傻 他们做事简单为人纯粹 知事故而不事故 立圆滑而迷天真 钱钟书就是如此 有人说他狂 有人说他呆 但却依然掩盖不了他的魅力 第一次与杨将见面时 钱钟书有些失神 竟然脱口而出 我单身 没想到杨将就喜欢这样直来直往的男子 便回了一句 我也没男友 第二次见面 钱钟书说 别人说我已订婚都瞎说 别信他们 这又逗笑了杨将 他便回 他们还说追我的男生满大街 也有人说费笑通是我男友 其实我还单身了 就这样两个个性率真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并且相伴了一生 不仅杨将 只要深知钱钟书品行的人都和他成了好友 不管对方是曾被他嘲笑的无秘 还是性情生来淡薄的可怜 因为他们知道 与钱钟书交往不用提防 不用害怕 他永远不会阿谀奉承 也永远不会心口不一 他总是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带着一颗单纯的心形式 有人说人际交往得讲究一些方法 但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坦率与直接 或许真正的事实动明就是单纯 真正的人情练达就是率真 二 内心赤诚不虚伪 作家刘同曾说 最动人的力量叫做真诚 的确当我们看多了趋翼逢营 当我们听多了恭维之语 就总会渴望看到一颗干净的心 和一双真诚的眼睛 在狼牙榜中 萧锦瑞就是这么一个人 萧锦瑞与梅长苏 解释于江湖惺惺相细 知道梅长苏身体不好 萧锦瑞就长途跋涉 接梅长苏住进自家血路 知道自家父亲弟弟 想要利用梅长苏 锦瑞就挡在前面 不想献梅长苏于两难之地 后来梅长苏不得已 将能够伤害到 锦瑞的真相公之于众 锦瑞虽然难以接受 但他既不怨恨 也没第一时间原谅 反而坦坦荡荡 将心中想法告知梅长苏 萧锦瑞做事 永远凭着一腔热血和一片赤诚 虽然别人觉得他幼稚有些晚熟 但在他心底永远有一杆称 他明白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他愿意坦诚地去接纳一切 也愿意斥诚地去爱一切 虽然有时候容易受伤 但他也守护好了 自己内心的一方净土 无关利益 无关利弊 只为初心 只为真心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走得太远 早已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等反应过来 才追悔莫及 但晚熟的人似乎一直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不会被繁华蒙蔽了双眼 也不会被利语熏臭了真心 这样的人不仅值得深交 还值得守护 三 为人善良不算计 看过这么一句话 我总是仰仗他人的善意 的确 人这一辈子总是会遇到 这样的酸和那样的苦 但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向光明 不是因为用脑袋在算计 而是因为用善意在为人 浩子生意之所以做大 就是因为他为人善良 从不算计 他刚撑起水果摊的那阵子 生意一点都不好 因为别的水果贩子 总是想着多挣点钱 经常好的掺着坏的卖 而浩子却有点死脑筋 虽然也想挣钱 但却不想挣黑心钱 所以他的水果 总是比别人卖的贵那么一些 所以光顾他的主顾 也就那么几个 但时间一长 街坊邻居发现了其中的缘由 就成了浩子的自来水 主动帮他宣传 风头一时无两 但他却没想着吃毒食 而是想带身边的小贩们 一起支付 甚至开始给他们传授经验 起初他生意是受了点影响 但后来他把水果摊 开成了连锁的精品水果店 而那些小贩 则成他最初的加盟商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 他们似乎不懂成人世界的规则 不太会权衡利弊 也不会计较得失 他们总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去思考问题 他们总是竭尽最大的善意 去帮助他人 这样的人虽然一时可能遇到困境 但他们总是能够化险为夷 或许是因为爱出者爱反 服王者服来 或许是因为傻人有傻福 他们的善意总是会在不经意间 回溯到自己身上 而他们所吃的亏 也总是在不经意间扭转为影 他们的不算计 也总是在意料之外 变成了盆满钵满 在一个人人都想野蛮生长的年代 晚熟的人或许有些不入流 但他们身上却始终有着一些闪闪发光的瞬间 他们不会因为人情世故而丢了真心 他们不会因为权衡利弊而丢了初心 他们不会因为个人利益而丢了良心 与这样的人交往不仅安心而且放心 愿你适当晚熟 一世开怀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儿了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诗殿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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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